现在不管是公园还是酒吧或者KTV 就会出现很多酒托或者女骗子 这些女的都是以骗取钱财为生 所以一旦遇到之后一定要小心 不然你的钱袋子可要遭罪了 其实这也是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为什么很多骗子能够得逞呢 因为有一群寂寞的有需求的人群 但是在这里小编要说的是 各位出行需谨慎 切记上当受骗 故事的主人公张大脚 年龄30岁 故事发生的地点公园 我个子很高 但是谈不上帅气 反而看上去还有点蠢 工作一直不好 家境也不算宽裕 所以一直以来 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因为现在女孩子找男朋友 都是要看房子车子票子面子 而我一样也没有 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 我开始网上找对象 因为他们说很多人都是在网上找的 谈到差不多了就可以见面结婚了 有可能是上天比较眷顾我 很快我就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愿意跟我交往的女孩子 并且我们两个人聊得很开心 聊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相约在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见面 那天我早早的去了公园等着 很快我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朝我走来 果然没错 这就是我无数次梦见的那个姑娘 见面之后 她告诉我 她叫小方 两人聊得很开心 她还主动要求我 朝公园里一处森林走去 那里人也比较稀少 当时我的心里像一只小兔子一样 上窜下跳 我们两个手牵着手朝小树林走去 这时候一个小男孩突然跑过来 并且给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 我趁着小方不注意 赶紧打开一看 纸条上居然说小方是个骗子 经常骗别人 当时我的心一紧 就赶紧想了个办法准备跑 没想到 这个时候已经有几个标情大汉走了过来 一个硬说我欺负了她妻子 并且让我赔钱 不然休想回家 我说是她自愿的呀 我们是正常恋爱 我不知道她结婚了 这时那个青年一锤砸向我 然后对我说 你还想跑 刚才你抱我媳妇 那动作我都已经给拍下来了 我们就是故意这么做的 现在拿三万块钱 我删照片送你走人 否则派出所见 幸好我提前拿到了纸条 机制的报了警 并且还用了手机录音 派出所人来了之后 一看到小邦马上说怎么又是你 我突然间明白了 原来她就是个骗子 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虽然是惊魂一幕 但是毕竟最后化险为夷了 真的很感谢那个给我传递纸条的小男孩 虽然我们树不相识 但是她帮助了我 我一直很想找机会感谢 但是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遇到那个小男孩了 我的故事告诉各位 出门约会一定要谨慎 不要有侥幸心理 一定要提高警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